你记住 如果两个人有矛盾 做和事佬就可以来一句 德谣人处 扯谣人 来化解矛盾 这句说话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指 要宽容人家 要体谅人家 凡事不要做到禁绝 要留有余地 正所谓 万事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但很多人只是知道这句说话 而不知还有上半句 上半句才是精华 而且这句说话最初都不是劝人 一美退一步海赴天空 若然一美只会退让 人不觉得很委屈 是不是? 这句说话最早是出自宋代 一本叫做《退育疾》的书 里面记载了曾经有一位道士 他下棋是很厉害的 厉害到没人可以赢到他 他觉得很无忍 之后这个道士就想了一个方法 开始每次和人家下棋的时候都放水 特意走错步 让对方有赢的机会 后来这位道士又死了 道士生前曾经触托过村里面一位老人家 帮他处理身后事 几年之后 这个老人家亦都遵照触托 为道士千份 谁不知打开的剑官发财之后 发觉道士的尸身没有了 只有一套衫在 当时古人就认为 这位道士真是修道成功 先升了 在这里要说 其实古人的升仙 长生不老 大多数都是假的 而古人服用所谓的仙丹 是有毒的 大多数都是含有 伸、控、圆等等的重金属 他们成仙只不过是元素中毒 但古时候的人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都以为不以为那位道士是得道成仙 所以很多人还去拜祭这位道士 去参悟他留下的一首诗 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这里的烂阿只是围棋 在古时候是足棋的意思 这首诗开头的两句就说实了 道士已经掌握了围棋的巧妙 他为了研究奇艺 甚至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他曾经试过为了一盘棋谷 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 到最后他的奇艺已经到达通神的程度 后两句就这样误来的 道士说他自出道以来 足棋都未遇过真正的对手 因为他有般庸大道的心 处处体谅人地 留有余地 这就是得谣人处 扯谣人 是他下棋的时候 误出来的道理 当时村民参问这首诗的时候 就想到 原来这首诗 是道士下棋的时候误出来的 做人原来是要退让 是要让步的 不可以处处和别人争 要宽恕别人 这样就可以到达道士的境界 可以得到成先 所以慢慢这句 得谣人处 扯谣人 这句说话 就应用推广到生活上 民间还有人帮这句说话 作了下半句 就是得放手时 需放手 即是奉愿人家要懂得断捨离 不是的话 就会失去得更多 得到不一定的长久 失去都未必不会再拥有 正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导致我们平时遇到什么事情 遇到什么人都不会做到禁绝 不会去到禁绝 会留尊严给对方 留余地给对方 同时也是留余地给自己 都对的 人生如棋局 不单只要有技巧 还要大度 我们都很认同这句 得谣人处 扯谣人 因为谣人 不是等于怯懦 不是等于怕事细胆 而是有君子的风法 有大度 懂得欢耳待人 但很多人着重看这句 会得谣人处 扯谣人 而忽略了上一句 自出动来 无敌手 意思即是自出道以来 没有遇过强劲的对手 言下之意即是自己技艺很超高 很有能力 这是自信 甚至是张狂的表达方式 是多有实力的人才写得说这句话 所以故事那位导使 不是一味教人去宽容大度 隐让教人去退阳 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无敌手 因为他本身就有强大的实力和自信心 认为没有人赢到他 所以他才退阳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 得谣人处 扯谣人 的人 首先我们要成为 自出动来 无敌手的强者 如果针对那些 妒忌心强 又不懂得感恩的小人来说 有时候我们的 宽恕和退阳 都未必可以换来一个好的结局 譬如说 你宽恕那些 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他可能还会变本加厉 但如果我们做到 得谣人处 扯谣人 得放手时 可能会令到我们心里更加无负担 可能会令到我们自己更加舒适 轻松自在 好了 今期暂时说了这么多 到最后轮到你说下 你怎看得谣人处 扯谣人 这句说话 你有没有宽恕不到 原谅不到的人同事 留言分享下 我们评论区见 下一期再见 拜拜